有关孔子的思想 介绍的地方或人或书都非常多 所以我大概只选一下 就不要讲那么多 因为我的孔子课介绍的也比较多 那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唯学跟德性 这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我可以先从玉老师讲的一个事情开始 这跟学有关系 我们一直都觉得在你们的经验里面 学好像就学考试的这些东西 好像学生就是学这个东西 因为我有一次 我快发现玉老师问的问题是很多人都被问过 但是有的人有听到一些答案 有人没有 我就是没有听到答案的人 所以学生是什么意思 生是什么 你要学这个生 那这个生是什么 刚开始被问到这问题 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没有认真真去想过学生 是要学这个生 没有想过 所以后来我自己就琢磨 如果用生这个来想 当然刚开始进入脑 在脑就演 就是你想到就是陌生 其实这样的意见就太窄了 第一个是生涯的问题 是各位大概最容易想到 你在考大学的时候填志愿或者进到大学 通常那个志愿都是你爸妈的志愿 或者社会的志愿 不是你的志愿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 有几个大学生真的知道自己考上大学的时候想干什么 我想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小 一百人都念我们一个人我都怀疑 像我们班上的时候考社会学系 大概五十个录取的人 有四个是第一志愿 有四个第一志愿 好像都还在这一行 我们那个社工社学是同一个 所以生涯 生涯就是你觉得将来可以找到什么事的 那大部分的生涯癌都是 一滴志愿都没有生涯癌的问题 好像直接对口 没有人说我念医学系我家人干什么 我念电机系家人干什么 而问的好像都是比较后面的问题 比如我念的社会学家人干什么 我们的主任呢 这顺便说一下 我们主任这次为了应付家长 很认真地编了一个 历来主任都没有 我们主任编了一个台大社会系的学系简介 跟大学入学个人申请 他自己花时间做了一个这个介绍 听说颇受好评 至少能让学生跟家长知道 大致社会学系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念完了四年社会学 常常也不知道社会学干嘛 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我们社会系已经多少年了 不知道社会系干嘛的 也没有人 然后就觉得很迷惘 然后就到楼上去就往下一跳 也没有 反正到时候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安排 所以生涯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是重要的问题 是说社会学学到 你学到社会学 有些能够帮助你来生涯 有些是整个它的方向 它的概念 它给你的氛围可以 那另外就是生活了 多少人学的东西是可以应付生活的 我觉得大人生大部分都不行 比如说吃 我们现在吃都养葬学校的服役社或者是自助餐 那个你营养都不均衡的 所以以前我当新兵会的负责人的时候 曾经谈过宿舍要一人一间 然后要有用厨房 厨房要让同学能够每天或每个礼拜至少能煮一次 那你的营养相对就可以均衡 因为我们有畜牧系农业方面的 我们有农场 学生至少对自己吃东西有比较多的注意 不要放太多的油 不然的话你吃宿舍的食物 四年内保证你身体不会好 所以这个要照顾自己的这种食衣住行 这是一个基本的知识 我们基本上没有训练 没有 大学几乎都没有 有些住校的也不太管你 第二就是第三个生命跟众生的问题 或者苍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也不太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念书就随便混过去 选课也随便选过去 所以很多课呢很多人选 少数课没人选 你也不知道这些多人选的课跟少人选的课跟你自己有什么关系 跟天下的苍生有什么关系 你学这东西真的是将来能够为人民服务吗 很少人会想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生态的问题 生态的问题就是 你其实台大前几年一刚进来就送你环保块 没什么人用 因为很容易脏 脏了以后不洗就会发霉 然后就很糟糕 可是用意是好的 希望你不要再用那个免洗块 更不要用塑胶袋啊 你用塑胶袋以后你知道那海龟啊 那些海上生物都是这样死掉的啊 有的死掉里面还有二十公斤的塑胶袋 那个都是人类造孽啊 那不应该这样的事情 生生不息啊 这个在学习上面在生命上面 所以这是讲学了 所以因为孔子讲的学 他说学而时期之内 他到底教什么 说文性、中性 这是四个吗 还是两个 因为我们通常会把中性摆在一起 所以文呢 那传统的解释叫 精天伪地都是文 这是天下的学问 无所不包的都叫文 或者说叫精伪天地 那有的时候六亿啦 李约瑟与苏述了 因为北一女 有些班就是根据这个来分的 然后诗书礼啊 这个也在这个里面啊 所以这个是文呢 文应该有这些东西 行、中、信 中、信真的有 可以这样区分嘛 中是晋己啦 一般来讲信是跟朋友啦 所以这里就有修己 那这个应该在中这里 然后安人的问题 所以这是孔子要教的东西 应该是 那接下来这个 在《论域》里面也有说到 就学士一知的知到底是什么东西嘛 因为很多书就这样跳过去了嘛 知就是他嘛 该学的东西嘛 那到底哪些呢 那我们就从《论域》一经简经来看 知于道具于德 异于人 那孔就应该叫道德仁义嘛 道在天叫做道 天运行的原理叫道 然后人呢 跟着天的原理在自己身上展现 就叫德 德原来就是得到的德 就是你得到了什么东西那个德 然后后来转成这个德 那老子叫道德经 那其实中国的学问都是道德经啊 儒家学问也是道德经 你就看一下 《论域》里面跟道跟德出现的时候也有啊 不是没有啊 就中国人的学问不是讲知识 纯粹知识的 他真的就是要贯彻在日常生活里面 道德仁义都是 那接下来像这个知就有一个实的问题 我们玉老师非常强调实 在跟他念书之前 我没看过哪个老师是 或者哪本书是强调实的啊 说学时系之啊 这个实呢就是一个英文的timing 而不是时长 时长是朱熹的解释 朱熹一旦写是时长以后就完蛋了 就这样考试 所以你要不断的复习 不断的复习 不断的复习 这就是你们现在过去几 十几年来的经验 这是很糟糕的 我们以前一次考试 所以高一高二我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可以看自己喜欢看的书 老师也不会比你 高三你就麻烦了 高三那一年你苦一下 然后当然一次考试 你知道那天身体很好 大概这辈子也就过了 你们现在好像不是这样 你们现在很奇怪 我也因为也没小孩 有时候跟学生讲 学生讲半天我也听不懂 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 哈你真是完了你就不用上课了 那你去干嘛 我就到图书馆去念书 老师说不要去打扰别人 我说哈你高三就等于没念书 那就自己在图书馆念书 我说哈那你干嘛不到大学来先修呢 你干嘛自己在高二 年轻的时候是学习东西最好的时候 你可以学语文 可以学数学 可以学基础学科啊 你干嘛那年就在图书馆乱混呢 不要打扰别人 有的人就要很辛苦的 在那边准备一次考试 你就在那边游游游荡 这个同学之间不会造成心里的很不爽吗 要我就会很不爽啊 那个那么小就让有些人就可以休息半年 有些人还要再苦半年 这什么逻辑我都不太懂 而这个识里面呢就讲实习之 就是说到以识来识 识就是识就是识就是识 你学到的东西到时候真的有用 你不觉得很高兴吗很快乐吗 你学了英文半天 是因为那个英文课本的字 通常用不上啊 比如说以前我们学的英文 This is a book 你什么时候跟人家讲 This is a book 你卖书吗 Hi this is a book 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This is a book这句话 几乎用不到嘛 所以有常常有很多学的是没有用的东西 你应该就学hi hello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doing 像这样的话是日常生活都可以用得上的 学了一对用不上还学了一对文法 你学了文法你在看每一句 你有时候知道这些人你就痛苦啊 这些人都不用文法呀 明明应该用whom 他说who by who 我每天听完都觉得你们这些人 美国人是不学文法的吗 应该by whom by who 每个人都讲by who 我看到的每句全部都讲by who 气得我要死这样 就像全文法书说 你要讲it's I 不是it's me it's me it's me是错的 因为it is 后面要同格是主格 不是受格 me是受格 你怎么讲it's me呢 应该it's I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然后你只要这样 老师说那是俗用法 这是文法用法 这个说就是愿 就是你自己学了啊 通常都学着跟自己修身养性有关的 是不快的吗 有朋之远方来 这不是说有朋友来跟你打什么 有朋之远方是因为你的德性 跟这有关的 你学的东西是别人也认同的东西 所以他会愿意来跟你交流 这不亦乐乎 所以到时候就大家 以文化相交流 人不知恶不欲 然后你这个对于这种文化的使命 不是你的上司所了解你的 然后他也没有聘用你 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怀恨在心 你继续努力行自己的道 这不是我们刚刚讲 匪士匪虎率比旷野吗 你不会因为你的道不为天下所容 你就开始求顺啊就求荣啊 不会啊你继续走自己的道 就人不知恶不运啊 如果你把这些穿起来 你就说这一切都是代表着孔子的这种 我就做知其不可而为 我尽我的力量 其他是别人的事与 然后《相当》一篇最难解的最后一篇 就是《色诗举以祥而后极》 他这没头没尾的怎么样 那你就这里面有N种解释 我只讲出一个我个人认为非常合理的解释 所以你到森林里面看到一群鸟 因为祥而后极显然是只有鸟可以 所以你只要人的动作有点夸张 这鸟就会飞起来就跑了 然后他飞了一阵子以后看到安全了 他才会再落在树上 祥而后极 所以就表示鸟都知道什么时候是危险 什么时候是安全的 可以人而不如鸟糊 你难道一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危险 什么时候是安全吗 你晚上到了夜店去人家给你一个饮料 你喝完以后拿着安全吗 剪尸体你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吗 和被剪尸体你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吗 然后结果这约谁约呢 没有主词 但是想说应该是孔子的原因 后面有子贡 三粮吃至山上的鸟跟着阴性的鸟 治鸟 我们讲台湾蓝雀 像这样治鸟 实在实在 你看连他们都懂得是食物 什么时候该跑 什么时候该飞走 不安全的时候该飞走 什么时候该降落下来 实在实在先说两次 子鹿拱之 哇这鸟我跟你学到 就拱就是做手做工 三绣而去 那个是应该是鸟 看他到底是干嘛 然后才离 才那个三绣而做 可是有人呢就翻成 真的有人这样翻成 古人经人都有 说啊这个子贡啊 都讲子贡啊 子贡就看到有鸟啊 然后这鸟呢就在天上飞 飞了以后就在树木上去 子贡说哇 这真是吃这个鸟的最好的时候啊 实在实在 这个时候不吃 什么时候吃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饮食学校 餐饮学校的解释嘛 所以后来子鹿就把他给 这个抓下来 然后就烤了来吃 然后闻一闻 还闻三遍 好香啊 我觉得这是相声的 非常好的题材 因为这段真的很难解 你如果我只是讲了两 一个我很欣赏 那个我觉得很搞笑 其他有人就觉得不可解 就是在《香脑片》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段落 然后因为 为什么叫孔子圣之时 是因为孟子说的 所以孔子圣之时 这也孔子之为极大成 那这边有这边他的解释 今生欲正之 所以到去福孔庙 有一个牌坊 写今生欲正 那今生欲正是像音乐一样 这我就不讲了 这有些东西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但是告诉你孔子所传扬的东西 并不是孔子发明的东西 孔子只是把古人发明的 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 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不做 他很谦虚说 我这里没有加入任何我新的东西 这都是古人讲过的 我只把古人讲过好的东西 做一个整理 所以叫圣之时者而言 然后极大成 这是一个说法 然后大概学最难的 这边有讲说 你可以共学我也可以识到 大家都可以跟一个老师学 但是你要选择自己人生方向 或者是自己的立场的时候 可能就不一样 就算大家都选一个立场 未可与力 你是不是要坚持下去 然后就算可以坚持下去 未可与权 在什么时候你要做变通 什么时候要独守 就是精跟权的问题 权不是只有变通 权是变通 是以这个守正为原则这样 这个未可与权 所以权是最高境界 有时候你的朋友都不了解你 为什么你平常是这样的人 在这个绝国原则上 你忽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权如果不讲清楚 如果没有守正 而是以自己的私利的话 那也就是出尔反尔的小人 真正的权 考虑到的是大环境 考虑到的是别人的利益 简单讲是这样 好那也讲到公 因为这个姚约篇有一段很长的 其实是把上书里面的一些话 做的浓缩 讲到谣传给舜 舜舜传给雨 都是怎么样 然后到了周朝 然后这边讲到景全粮 审法度修费官 就是说当时该做的事情 论语没办法讲了很多 然后说新灭国 灭的国你要把它保留一些后代 记绝世 举一名天下之名归心焉 虽然要把改朝换代 但是呢你不能赶尽杀绝 中国人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要 新灭国既决世举一名 天下之名归心焉 所重是民实丧继 这是治国者该有的 然后讲到为政要宽 宽则得众 信要有信用 信者民 民认焉 你有信任大家就会相信你 现在有一个党的两个候选人 人在那边说对方没信用这样 有时候就好吧 对方没信用 自己比较有信用 可见信用还是很重要的标准 敏则有功 敏是我们玉老师常讲 律生通明 平常就有考虑好 周全的考虑 所以一旦事情发生 你能做得很快 一般就敏就是敏捷 但是这个敏捷是经过了 深思熟虑以后的敏捷 而不是你什么都没想过 就很鲁莽的去做 最后这一段就是最关键 公则月 你做的事情要公平 你要考虑大家的利益 这样就会让人民高兴 不是考虑你自家的利益 也不是考虑你亲戚的利益 那我们玉老师曾经说 众尼一上了公 就一直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 因为现在的一个《狮子》这本书 这本书名字叫《狮子》 真的是非常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他就说孔子贵公 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是公 这也是后来孙中山说天下为公 这是有一个某种程度 现代民主的精神 是个公 但是有些人觉得 哎呀那也顶多那个想法 有想法比没想法 好你要这样讲 好为学啊这我就不多说了 十又五而至于学 至于学是以学为自己终身努力的目标 你们带来很多人十又五至于考上大学 然后考上大学以后就不学了 尤其考上台大以后 那人生就已经结束 对你们很多人来讲 三十二历 历是历于社会或历于理 它以理来作为自己历史的标准 四十二不获 不获的解释比较复杂一点 有人就说你有了知识 所以不会困惑 这一般的解释 我们郁老师认为是不获于欲 但这里面问题很大 因为现在所谓的中年危机 通常都在四十岁左右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快到四十岁的时候 说男人的中年危机是什么 他说有钱人就是买跑车 其他人就是迷恋小三 我说那还有别人呢 很多人想象不到 你假如没有跑车也没有小三 你的人生的中年危机是什么 有人说有人是身体这样 我觉得不获 这个获就是情绪控制 因为孔子在别的地方有讲 爱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是获也 有两处讲到类似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 易经解经原则四十岁 你开始对自己的情绪 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五十二之天命 有人认为是因为会学了易经 我觉得是因为人生经历很多事情 你知道做好事 做好人你会碰到坏事 做坏事你有时候也会得利 所以这种天道的影响 不应该因为好人有好报 你才去做好事 做好事应该是你自己的一个自我要求 至于那结果不是你应该去算 我觉得这应该叫天命 就像孔子说的 天之将上四人也 那他能对我怎么样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每个人如果都觉得有天命在生 你会觉得认真的过这一生 你这生来是有一个目的 我要你们做这个 我的志愿这篇文章 就是希望你们发现自己的人生目的 我不知道多少人发现 by the way 你们那个做认识同学作业 助理已经统计出来 做最多的人是32位同学 我不太在乎数字坦白讲了 只要一个标准了 怎么可能问到32个人呢 到底其他几个人他怎么没问到呢 是因为从卷唱课就没来吗 然后自己也不来了吗 好 那其他的孔子自己认为自己做学问 常常是默而置之 这个誓要念志 就是他是默默的记住 学而不悦 他学中人不会悦凡 因为他学的都是很有用的 我对他来讲 他有一个自得之乐 我觉得我做讲义也有自得之乐 在这次讲孔子 有一个附录是讲孔庙祭祀的人物有哪些 因为我去年 去年 前年 前年去了第二次去孔庙 把那个区附孔庙 到底有拜哪些人物的资料 全部早期了 所以今年你们得到的资料 是最完整的资料 以前内栏都空着 然后他是第几位 然后排在哪个位置 我都有我都把它查到 所以我非常兴奋的是 但是那个图表就变成完整的 在今年之前 那个图表是不完整的 曾经有一位陆生 他说他家住区附附近 还答应我说 孙二师我回去 我就把这个孔庙的那个传给你 到今天也没发生 所以后来我还自己去了一趟 我还不是专程要去山东 我就到南京 然后说我就问说到南京 到区附多久啊 高铁两个钟头 我说可以啊那我去啊 有人陪我去 然后一下子 我本来要站在那抄的 就站在排位前面一个个抄 快发现 他在那个外面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布告栏 布告栏就把所有的名字放上去了 我就照了两张像我就回来了 然后忘了说 崇盛池在哪儿我没去看 所以我还得再去看一次 孔庙的重送词我就忘了看太兴奋 后来就是买纪念品这样啊 然后又刻了一个印章 就忘掉了 想说哎公 然后看到照片又很清楚 回家再做 所以一年多以后就这样啊 好 那这个孔子讲维学啊 就刚刚讲过答向党人啊 说他是博学 他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简单讲在那个时代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啊 然后还愿意努力向上 而且想的都不是自己身外发财啊 想的是天下的事情 我想最难得是这个啊 他其实把自己生活顾好就好 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就为主子效忠 那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所以孔子那么伟大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不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啊 考到了台大 然后这个如果家里没关系 那我就考工人员啊 那考工人员我这生就定啦 人生就安稳了啊 我这生就可以死掉啦 啊 或者就继续 继续混到 混到这个工人员毕业啊 然后把自己的下一代养大呀 这是自己的责任啊 那如果有家事的话 那我就有个台大的名位 然后将来我就是继承 台大的这个家里面的 不管是政治或经济那个 我一个台大的校友 对不对 将来就有机会去捐钱嘛 那校友会的时候捐钱给学校啊 这也是一个好校友啊 那人生就这样吗 我一直认为人生该多一点什么 真的该多一点什么 像没有网络课程之前 我就有个人生是比较小的 有网络课程以后 那天还有人问我说 孙老师如果你退休你要干嘛 我说这已经是一个摆在我眼前的问题 因为我大概三年后就一定要退休了 我今年六十二岁 六十五岁一定退休了 我说我就是做网络课程啊 我每天读了书写了字 我就在网上跟人家分享啊 反正也不用钱 对不对 然后我就节一说十 对不对 然后如果同学怎么样 就请我去喝下午茶 血糖不高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喝下午茶 血糖高的时候我就去喝下午茶 就不要吃点心 然后看着然后饿了 然后觉得消耗消耗我的血糖 反正就是钱少一点啊 这会尴尬一点 那其他都还好啊 反正我有兴趣的事情 就真的坐在那边看书 看电视连续剧 然后讲出自己的想法这样 如果有人要请我去演讲 只要在相当的那我也很愿意讲 要不然就是网络课程 像在学校我还可以录网络课程 将来我可能得自己去学到怎么样做直播什么之类的 就每天晚上直播 然后反正也不要太多人 但是我也不要变网红 我就还是教一些我自己觉得有心得的东西 或者分享一些我看的东西 好 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这句话说啊 无常终日不识 我就觉得好 每一分钟到八了 我就不吃饭 中夜不勤 不睡觉 因为要读的东西太多了 以思 它不是 它是思考 全部是现在思考 无义不如学也 所以有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思考 你就这样思考 那真的是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根本还是要学 但学和思要一个配合 你应该知道 好 那接下来讲到这个学生 刚才也讲过 所以它有 学如不及有恐失之 学不到怕到时候就辣掉 然后子路也是 子路有文 未知能行 唯恐诱文 这都是对于知识不断的那种追求 在以前知识或资讯那么少的时候 这些人都这样 那你想资讯那么多的时候 那不是有人就有这种资讯恐慌症吗 我以前听到这个说法的是黄子焦 黄子焦呢 他就是常常觉得要掌握很多新的资讯 所以他每个小时什么 他就会上网去查 以前还没网路的时候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还没网路 等一个网路了 前几天我听他的广播 我在家没事 以为这个时段他的广播我会听 他就觉得很多东西追不上 很多东西追不上 他那么认真在追的 很多东西追不上 然后加上他年纪也慢慢大 他很多东西记不住 然后家里堆的东西太多了 我就听他节目蛮有意思 好 那接下来这个讲到维学 要有行跟学的问题 或行跟文的问题 所以弟子入则校出则剔 这是讲到个人的家教问题 以及锦而信做事要锦 锦就是从他讲话了 因为言字旁 你看那个言喜宫庆的女主角 叫吴锦言 叫锦言圣行 这个名字上就有锦而信犯爱重 犯爱重就是有彭志远方来 这个才能犯爱重 不是只爱你的灵人 只爱你的所有人 这个在佛教里面 在耶稣都有这样讲 亲人 你要亲近那个好人 亲近那个能够帮你在德性上增长的人 行有余力这与学文 所以学文是比较后面的事情 你要先行 所以行在文之前 还有这个讲法 最早我们的开玩笑是讲 君子不重则不威 所以你要是胖子人家才会相信你 因为不重 这个不重是不庄重 不是没有体重 你有太多体重 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没有自知力 所以不重则不威就没有威仪 这个有人看出去就很有威仪 你们真的很不幸的 没有人 你们都没有机会看到我们郁老师 你看到郁老师你就知道 那跟那天唱戏都不一样 你说他是个非常有威仪的人 我到现在为止看到任何人 没有一个人是那种有威仪的人 就像军人我看到 我都不觉得他有威仪 就你自己心中感受 哇这个人看起来给你有那种很有威仪的感觉 没有 我那什么总统府的什么 那个国庆阅兵的时候 你看到旁边的军人 我都不觉得他有威仪 这是我个人 你注意一下 你会觉得谁有威仪 我觉得我们郁老师有威仪 学这不顾 这不顾呢 就是一般来讲 这顾是顾漏的意思 你学了就不会很娱乐 什么地方都不懂 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主中性 我刚刚讲说文性中性 不应该是两件事吗 因为中恩性 那这里面可能就是对自己跟对别人 进己之为中是诸子说的 无有不如己者 这里问题在这里 无有跟在另外一地方是物有不如己者 所以无有不如己者 就是说你的朋友都比你的厉害 那你就是你朋友中最差的那一咖 那物有不如己者 那是物有不如己者 不要跟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 要不然你就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交 那比你好的人也不会跟你交朋友 那无有不如己者 就是说所有你交的朋友 都有他的长才 你要跟人家学 有人可能国语讲不好 像乔生 有的乔生国语讲不好 但是不表示他的智商跟你有问题 我们去美国肉钢S念书 哎哟天哪 那像智商打对折你知道吗 你英文考量再高 有些话你就讲不出来 然后美国学生看你呢 就觉得你好像是笨笨的 那没办法 有些话讲不出来啊 我不知道 那个数学的有些名词 有些事实上生活有些东西该怎么说啊 水龙头该怎么说啊 我们那都没有教啊 我可以读托福记二一单字我没问题 到水龙头怎么弄 电灯泡还会 那有些就不知道 是他生活那些字也保险的思 那都要怎么讲啊 所以这个那时候你才觉得 你的英文学的真的是在干什么 然后托福也考过了 考得很高分的我 哎呦我的英文真好 那时候决定去美国是非常晚的事情 来不及补习 我就跟同学借了补习的材料 我在当兵的时候每天听 然后就去考试 一考就考好高分啊 学生说老师你到底考多少分 我说我不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呢 我考太高分你会自卑 如果我的分数比你小 你会笑死我 所以either way 我都不要告诉你 反正很高分 博文约理呢 你学文的话很可能 广播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是你还要要有力 来约束他 要有理来约束他 要有理来约束他 就好像我的肚子很大 最好吸一个皮带 紧一点你就会觉得 呃 对吗 这样约束一下 这两个地方 论语庸业篇跟这个炎原十五 几乎是一样子 所以大概有七个地方 还有几个地方 论语是重复的 没有人敢删掉 我上次说了 还有这个这段最有趣的是 他到武城去 他的弟子 子游在内至武城这个地方 金城武是城武 很多日本人的名字 其实跟中国古典的很多名有关 这次日本天皇的国号叫令和 令和说是出自万叶集的 万叶集是西元第四世纪的 那有很博学的人发现 在文学里面张衡的归田赋里面 就有几乎一模一样的令和两个字 因为日本很多那时候都学中国的 所以其实还是在中国文献里 只是你当初给建议的人 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这不是大事了 然后复制玩耳而笑 笑得很开心呢 日本人有人叫中元玩耳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交出学生 叫做叉丸 叉丸 孙丸 没有这样的名字 其实蛮好的名字 曰 割鸡也用牛刀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割鸡也用牛刀 这个原来是割鸡 子游 不知道老师开玩笑 那就对曰很认真 习者言言文族负责 子游就是言言 所以言就是讲自己 徐子学道的爱人小学道的意思 所以你这个在上位的人 你学到道 你就会爱护老百姓 老百姓学到道呢 就很容易跟上位配合 做劳动服务啊 缴税啊 像这样子 孔子说 就跟他旁边的弟子说二三子 二三子旁边的人 不是六个人 说为什么老师你会讲六个人 二三得六吗 所以这个孔子的数学 这论语里面的这个笑话 就是论语里面的数学 演之也事也情人细之而 他讲的对 我是跟你们开玩笑 就孔子会开玩笑 很多人不知道 但为什么孔子要笑 是因为他发现 他教的道是可以实行的 只游就做了 只是他觉得 哎呀在这小地方实行 不如天下都行啊 可是呢 就反过来想 既然小地方可以 那放诸天下 这不是太难的事情 所以他玩耳而笑是这样 他没想到最后列国以后 反而红而不行 所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啊 子游就告诉你 这是做得到的事情啊 这是做得到的事情啊 然后更夸张的 也是我经常想不透的 就是说北欧的国家 都没有学过孔孟之道 但北欧的社会 是接近孔孟之道理想的 或社会主义理想的 这是为什么 我答案就是说 孔孟之道跟社会主义理想 跟这些他们虽然没学过 但是他们所要求的那种 合理的社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虽然没有学 他已经行到了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反而不必学孔孟之道 你学孔孟之道 可能就出现不了孔孟之事啊 那这些北欧国家 福利国家都做得到 那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不去想这个事情 很多人就认为 哎呀一定要在台湾或大陆 或新加坡 或者说什么才有儒家伦理 我觉得你如果不叫儒家伦理 你把它每个细项都列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全球伦理的基础啊 这是我很关心的事情 就全球伦理啊 如果我们还一再的强调 那只是儒家伦理有 中华文化里面有 那真的小鼻子小远到一个地步啊 我只教这五个人 你可以看出来孝顺的事情 不是只有中国人讲孝顺 全球人几乎都讲孝顺 这不是中国人的专利 也不需要沾沾自喜啊 也不需要沾沾自喜啊 也不需要沾沾自喜 然后接下来讲和维学 还有啊 说君子食物求饱 吃不要求饱 并不是说你不要吃饱啊 你能吃饱吃饱 不能吃饱 有着吃就好了 居无求安也是一样啊 你不一定要住得非常的豪华啊 这是说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 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敏于是圣于言 做事情你要做得很快速啊 但是呢很周全 圣于言讲话小心一点 不要乱放话 尤其你们现在这个时代 好像以为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就随便在网络上讲话 啊那有些讲话 你都不是真心的你还讲 可是呢那个言效果很严重啊 好就有道尔正言 所以我要跟那个能够指正文人在一块 好朋友也是有知有量有多文嘛 所以这有道呢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师长啊 那这样就叫好学了 还有好多地方强调好学是他的特色 所以孔子的特色既然只是好学 我们现在好学就喜欢读书啊 孔子不是啊 他的好学是十五求宝 基督求安 敏于是圣于言就有道尔正言 好特别我觉得重要是就有道尔正言 然后对人就是敏于是圣于言 做事的时候做快一点 不要再那个 然后讲话真的要很谨慎 不要讲你心中没有的话 还有不要讲商人的话 这个时代很容易 很容易啊 这我也自免啊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讲维学 因为很多人维学 谁就是根据你现在经验就是念书念书念书 其实孔子不是的 刚刚讲了 上次讲了十五求宝 居屋求安 讲的是你居住上面 不求品质到最好 不是你不求品质 不求品质到最好 不然的话 那个房东可以说 哎呀你不是读书人吗 你这种房子就可以住了 一旦是一瓢瘾吗 你求那么多 你不要让这些灌房东或者灌老板 居无求安 你也不用求安 因为重要的是敏于是甚于言 因为你这个居都可以换 识也可以改变 但是敏于是甚于言 这种个性 你一旦养成对你是有人 就有绝对好的帮助 就有道而正焉 去跟这个有道的人 就比你强的人 甚至当然是在道上面 不是说这个有钱人 是有人格的人 你要去让他来纠正你做事情 那这才叫好学 所以这好学跟做事做人有关系 跟念书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说找一个好课本 上个好网站 没有 所以空识的时代不是这样 所以这好学后来变成现在这种意义 大概都跟考试制度有关 就大概考试制度的正面跟反面 那没办法 这个中国考了几千年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制度 有很好的一面 可以让这个不一 然后这个有个竞争之阶 也有非常坏的一面 就是考试让你的思想禁锢 这到现在没有改变 这到现在没有改变 你看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如此的不同 但考试这里要如此的相近 在港澳也是一样 照到你这华人世界 而且你说控制所谓的民族性或文化 是一个控制这个变相 那其他为什么还那么相近呢 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美国人不是这样搞的 所以一旦华人到了美国 就开始就把美国人玩成这样 玩到美国人就很困扰 美国人顶多走收贿那条路 你可以看到网上有 但是美国人补习班这件事情 还是华人搞的 而且搞得比较好 现在日本也不错了 日本叫俗 私俗那俗 那也是补习班的意思 那有的叫セミナー 就是セミナー变成外国语 韩国也是 在我刚回来当老师的时候 有几个韩国学生在台湾教书 来到台湾念书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韩国人 那时候韩国学生一天到上搞社会运动 那当然因为跟韩国政府有关 1980年代 那我就说你们韩国学生 为什么都搞社会运动呢 他老师我们韩国学生没事做 那时候 你们台湾学生还可以去当家教 赚外快 那你有闲暇时间 你就要去赚钱 你就不会去搞社会运动了 韩国学生没事做 那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搞社会运动 你知道吗 当你没有别的选项的时候 社会运动变成一个很好的选项 当然后来证明这个理论不太对 因为台湾一样有家教的时候 还是一样有社会运动 所以这个理论有时候 你可以看到不同时代还是哪个 后来呢 再过几年 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当家教 他说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所有人要公平 公平就是在学校学 学完以后呢 你就不能再学 你再学你就是不公平 你就是台湾话说 那大家都一样学 然后去考试这才公平啊 怎么就你每天晚上还学 你比人家多两次机会学 所以当初不准有家教 应该也不准有补习班 那现在全部放松 也变成一样 这是很可怕的 为了考试而规划的人生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怕 虽然我是这种制度的胜利主 好 子宫文言孔文子何以为之文也 这个文有双重意思 非常好的意思就是文化很高明 文产灿烂的意思 那文不好的意思就是要念问 就是兜庄的 孔文子以前这个死掉有事 这都是贵族才有的 所以孔文子一定在文方面 那这个古代有一本书 其中有一张叫 叫事法解 就是事法根据他的人生做什么好事 最后给他一个字概观论定 所以孔文子叫文是有他的道理 孔子就解释了 可是这跟事法里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事法里面的文 其中有个叫惊天伟地为之文 孔子可以叫孔文子 我觉得因为他什么都懂 敏而好学不齿下文 是以为之文也 所以这个要敏而好学 这个敏我们上次也讲过敏于事 所以你做事情要敏 就是平常就已经想得很通透了 所以你到时候正笔如书 像各位如果考试 平常就已经念很多书 考出来的题目 刚好是你准备的题目 哎呀下笔如有生 对吧 如果出来的题目都是你没准备的 那就极度尴尬 那就敏不起来了 你只要敏着嘴这样 嗯 猜题猜错了 你没有好学 好学就这些东西 上面讲 不齿下文 不懂得你还不 你还不担心去问别人 不齿下文是很困难的 像我们当了老师 要不齿下文同学 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圣歌传是什么 对吧 这是对我的同伴来讲 都觉得我的童年里 你干嘛去看学生建议你的漫画呀 还有学生建议我看什么什么英雄 我到今天没看 他每一礼拜都问我 老师你看了那个没 我说没 什么名字我忘了 他又告诉我一遍 我又忘了 不齿下文 不容易 事以为是文言 这段话你可以看成是正面的表述 说孔文子呢 是个名号学 不齿下文的 所以后来要适合孔文子 你也可以当反面教材 说这家伙根本就不是名号学 也不齿 也不是不齿下文的人 只是形式上给他一个很好的名称 这叫孔文子 就那时候已经名不符实了 已经名不符实了 以前说寻名则实 为什么叫寻名则实 就是说你的职位 我就知道你是做什么事的人 然后这是你该负责的 就是你的职位的范围很清楚 所以孔子说毕业正名乎 正名乎不是说要买一本字典 什么事情都要查讲的好 不是 正名就是在那位上的人该做什么事 他自己都很清楚 你符合那个名 你是家宅 你就做宅该做的事情 这有点像现在你去找事情 在有一些比较制度的单位 会有job description 我今天征求这个工作 要做什么事 我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那天读书会 就问了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人 说说新闻台 因为现在新闻台很红嘛 对不对 我们与恶的距离 就说你们争人都怎么争 他说很简单 就写真记者 我认记者大家的概念都一样吗 他说反正应该都差不多吧 那就是问了一个电脑公司 电脑公司 没有我们正在查询会 这个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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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一个很含混的 那真的你要评断人家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评的 然后最后只有一个评法 就你听不听我的话 你听我的话 你是好员工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开了 那跟他做的事情是没有关系 这样就不太恰当 我觉得这个 我们那天谈论到 什么叫做明不正则言不顺 就是你没有做到你的工作要求那些东西 但这个前提是工作要很清楚 另外讲到浩学 鲁埃工跟季康子都问过 回答的时候 这个学生记载少了这两句 就不迁怒不二过 问浩学没说他 他每天都念书 没有 讲到的时候他不迁怒 他不是说他不发怒 该发怒的时候 人还是得发怒 习东海的这位八位是中 八二级中节 位是和 所以你该发怒的时候 符合理解那就是该发怒了 对吧 你是辣台妹的时候 你就是辣台妹啊 你一天到晚就发怒 那你这个人就是人格有问题 人家欺负你恩你发怒 那是恰到好处的 不迁怒 不把你的怒气发在别人身上 我不因为学生来的少 那等一下学生问我问题 我就说 你还要什么问问题 你们学生都怎么样 老师他来了耶 你干嘛 对这个来的学生这样的 我刚开始教书 就犯了这个错误 一进来看人很少 就破误大麻 学生都低头 干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现在还有手机 干什么我都知道 反正就是跟我客户无关 对吧 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我骂了那天 有个学生死在受不了了 这老师你要骂的人都没来啊 一语惊心梦中人 好 所以这不迁怒 那时候就迁怒了 所以不要讲这个 这个人哪 有时候不持续去反省 很多事情都在自己身上 不二过 不是说不犯过 还不二过 错第一次 你不会错第二次 这当然有人 正是从道德上很高的要求 那有人是开开笑说 只要做错事 没被抓到 那就不叫做错事 我现在准备诈骗社区的东西 所以什么叫诈骗 不被抓到 就不是诈骗 所以诈骗跟抓到有关 你说了一个谎 他没有人知道 那哪叫说谎 不是吗 再没有人知道 你自己知道啊 除非你犯了失忆症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下来就光诈骗的构成 就是一个稍微复杂的因素 比现在你们想象到复杂 那一堂课 我的第一个作业就是叫 学生定义 什么叫诈骗 然后告诉你 你就会学到 你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好 所以弟子随为好学 这段就没有 还要赌信好学 这个信呢 是你要信什么 这个就是信孔子讲的道 这跟宗教的很大 很多东西是类似的 人的知识 在最初的那一点上 一定是一个信仰 那是不能证明的东西 你相信的东西 后面才是慢慢有 可以证明的东西 这个知识跟信仰 在最当初那一点是一样 后面就慢慢不一样 他守死善道 好得到你得守死啊 你就不会放弃啊 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 你就跟着别人做 别人请助理出题 你就跟着请助理出题啊 我很早就没有期中考的概念 我大概教书没有出过期中考 期末考出过第一年 然后当了32个人 22个人以后 我决定以后不考试 不用那种方式考试 唯邦不入乱邦不居 不去能人多的地方 很多人还会这样教你 哎呀夜店不要去啊 你们年轻人说 哎呀大家都去啊 那什么地方啊 我没看过啊 我去看看吧 如果你真去看看就完了 如果你看了以后被人家捡尸体 误喝了某些饮料 啊饮料不用钱啊 你就喝了 然后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所以这乱邦不居啊 天下有道则限 无道则饮啊 有道的时候我出来贡献自己 没有道的时候 反正天下乱七八糟我就帅 那有人是有道则饮 无道则限 有道则饮就是天下都很治理很好 那我没什么用处嘛 就是按照按规矩来了嘛 对吧 那无道的时候 那我身上有道 我就得把这个无道社会变成有道 所以有人是反过来的 孔子这个不是啊 帮有道贫且坚言持业 如果他帮有道 那一切都合都都手里 手里有礼乐的这个制度 贫且坚言持业 那我还贫贱 贫是穷 贱是没有地位 这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经济相对 一个是社会地位相对 持啊 表示这个人没能力啊 帮有道了 这一切都在轨道上 你还没有能力 那你这个人真的是持业 帮无道负且归人持业 反过来 帮都无道了 你这个人既然有社会地位 然后你还赚很多钱 你就是明知明搞嘛 你贡献了什么呢 帮无道 如果你出来 你应该是让帮变成有道 结果你就借机捞财 捞钱 这个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这叫贪腐 贪腐现象是全世界 不管什么政治制度 灭不了的现象 所以很多政府要反贪腐 你反吧 可以抓到几个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根据 为主 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 在历史上 雍正时代 雍正呢 就想出一个很奇特的 说这个政府官员的钱太少了 我发一笔钱给他们 叫做养联营 让他能够自己更连结一点 这观念是很糟糕的观念 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很多单位还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让他薪水高一点呢 高到他不需要去贪污啊 尤其是公共的政策 公共人员 公共人员是替国家服务的 薪水应该是最高的 这是很大荣誉 在新加坡是这样 香港以前也是这样 现在呢 我不知道 在德国也是这样 我讲一个 我在德国碰到的一个例子 我就告诉各位 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 我1997年到德国两个月 我买了一张月票 叫Monarche 月票呢 就是那个月可以用 或者三十天可以用 有两种可能的概念 我就认为我去的时候 好像是六号 还是几号 我就买一张月票 我就用到下个月的五号 就下个月的一号的时候 我的这个亲戚 他算是德国人 一个小孩 问我说 你现在 你有没有换票 我说没有啊 我买的是Monarche 是一个月的票 所以还有四五天 他说不对 你那个票已经过期了 我过期了 他为什么还卖 我如果一号买票 买三十天 我觉得合理 六号 我还买三十天票 我不是有六 等于五天不能用了吗 他怎么还卖我那个价钱 我就不对 应该是三十天的意思 我还跟他争论 他说不对 你的观念错了 月票就是那个月用的票 我说不对 月票就是三十天票 他就跟我说 我算他舅舅 他说舅舅 你不对 你这样是违反德国的那个 我说那违反会怎样 我外国人 违反会怎样 而且我觉得我道理是这个 我的了解是这个 不是我有意 我明明知道那是一个月票 我买那个多重 我不入这个意思 我说好 那违反会怎样 违反会很严重 我靠 就票嘛 严重什么呢 第一要罚几倍的款 我说我从来没看过 你们的人在那边 你们那个又是荣誉志 根本没人查票 他说有有抽查的 我回来的前几天碰到抽查 我好高兴 因为我已经换了票了 不然的话 我多做几天 德国政府 现在录影了 德国政府可能也会找我妈来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申诉期有没有过 什么 算了算你已经二十年了 过了哈 你就不用罚了这样 算了算你还不到二十年 请你还给德国政府多少钱 好我就 第二个 更严重 你不能当公务员 我就扑痴笑了出来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第一志愿就是不当公务员 我就当公务员没出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不要误会 是那个时候 我就公务员每天做一样的事情 而且公务员以前很拽啊 不把老百姓犯眼里 跟现在公务员不一样 不能当公务员 竟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是要避免 甚至是一个惩罚 你就知道这国家多么重视公务人员 我们今天有 你犯了什么罪 不能考公务人员 顶多不能选举 此夺公权 没有说不能考公务人员 照德国这个逻辑 此夺公权 除了你不能做公务员事务之外 你连公务员都不能干 公家单位的公车你都不能上 剥夺你的社会福利 因为你侵害到这时候 理论上应该这样 当然德国也没有说 你犯罪人不能坐公车了 没有吧 但是如果是这样 可见公务人员的这种自尊是在的 我们台湾的公务人员 到了议会 还不得被骂到错头那样 那公务人员没有自尊的 我觉得什么时候 我们的公务人员 变成是很有自尊的 然后真的是值得拿那样的钱 绝对是一般人民的 比一般人民的高 因为他替人民服务 还有他考试 所以他的程度是最高的 是中国民里面公认最高的 不是他的学历 而是他的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子 好 顺便说一下 好 唯学还有学跟思的问题 孔子讲说常中日不食 我一天不吃饭 一个问题 中夜不请也不睡觉 这样就梦不到妈祖了 对吧 最近有人说梦不到妈祖 就是这样来 以思 就是一天老人想 无意 没用 不如学也 所以有时候有些经验 前人已经经过 你学着前人经验 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有时候前人经验可以帮助你 不是说马上解决问题 帮助你思考前人犯了哪些错误 让你不要再重蹈覆辙 中国大会念重蹈覆辙 这有几个音 我觉得很特别 常常说你们讲什么 我们讲什么 好 那这个一样 甘露之学 有人说只当学甘露 学做官 一般的反应是这样 一般的翻译也是这样 学做官 那你说什么孔盆教做官 教服务人民不就做官吗 那就做宰啊做什么呢 所以不是没不可能啊 孔子学什么 学甘露也是一个 如何治理人民呢 以前叫统治啊 现在都翻译成治理啊 因为主权在民啊 统治好像主权在军啊 子曰多闻多闻多闻多听听多看看 闻有听跟看的意思啊 不要看现在闻当然只有耳朵了 但是以前是有多 也有能看你 多闻缺疑 慎言其喻 言跟行 简单讲 闻跟言 则寡游 游就是犯小错误 那你就不太会犯错误 多闻多看看 别人讲一个事情 你再去查一下 不要别人讲什么事情 你就信 慎言其喻 等一下 就跳过去 对 慎言 讲话要非常谨慎 网络时代很多人讲话 都不谨慎 都觉得好像在发泄 自己当下的想法 这样子会寡游 多见 这个文跟见是一样的意思 缺带 带就不好的事情 多看看 不要一直就相信 有些事情不是这样 慎行其喻 这讲到是 贱跟行的问题 这里是文跟言的问题 刮悔 你就不会后悔 或是后悔很少 还是会 但是这就是买经验 言寡游行 寡悔 路就在其中 你讲话啦 或做事情 那这样你将来就可以 从事公职 我们简单讲是这样 现在政治人物 常常讲话高来高去 你听也听不太懂 发表了五点声明 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出来选 还是他不要出来选 你觉得他要出来选 说他是排除了 他只是说他不要这种 帮你选 有些说没有啊 他说他不选啊 所以一样 言寡游行寡 有路在其中里 现在是选民决定了 选民的水准 就是政治人物的水准 所以要改变台湾 或改变台湾在哪个地方 这个其实是双面认的 我觉得都可以了 这最大改变我们都相信是在教育 但是教育的力量 你真的不如媒体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 我们交了一堆 还不如媒体上的人讲一句话 所以呢 台湾话语说 嘎盼子大小 常嘎盼子大小 是那个媒体的东西 新闻啊什么的 你最近要看这个 我们有恶的距离 你多少都会了解一点 德语学 还有学跟这个谷 谷就是当时的薪水 因為當然薪水不是用錢給你的,是用相對的穀物給你的 我們上次也講過,孔子大概有六萬素,他的薪水很高 還有說君子要謀道不謀貧,你關心的事情應該是道,而不謀道不謀食,而不是吃的問題 不是吃的問題,吃有的吃就好 所以要跟,哪在其中有?雖然你跟了還有人會每次受惡的意思 就算你跟了,有時候還不一定是好的收成 所以這個是還有風險的,學也路在其中 學就沒有風險,學就有路,那是以前學的人少 現在大家都學,這個風險也很大了,很多人念博士到後來找不到失蹤 那本來大學教育就不是職業訓練所,那研究生教育應該就是啊 照道理就不應該每年固定多少名額 而是要看,你預計六年後畢業,八年後畢業 你這一行大概有多少的空缺,再來決定我大概要選幾倍的人 譬如說1.5倍的人當作那個,因為中間的人會被淘汰嘛 後裏的人不想做這行 而不是每年舉例來講都五個人,然後六年後畢業 然後前面的五個人篩了,你看六年後就有三十個人 那那時候如果只出一個位置,不就29個人沒工作做嗎 來講越累積越累積越累積,每一年如果出的位置都有限 那你後面沒有工作做的人就越來越多 然後後來有人發現了就不會念了,你就會斷層了 這個其實都可以算出來 好,學跟道,這句話我們上次也講過了,你都可以學,大家都可以修我的課 每個人對於自己所信奉那個道,不管是政治的文化宗教都不太一樣 所以不一定可以一起去試道,這個試呢就是有一點安心的意思 你找到一個道,自己就奉獻在那上 那就算是可以來為可與利,有人會覺得我信佛,我信什麼 然後我希望在社會上做什麼事情 有人會去到處去淨灘 那個這次我看到一個新聞,我也很感動 就是說當媽祖呢很多人去這個淨香 結果就有一個太太拉著車子去淨灘 她就是那些亂丟的垃圾,她把它撿起來 就跟著那個隊伍後面 唉,我就覺得好難過 第一個,淨香應該是件好事 這些人又是道德上面應該 那怎麼會有人亂丟垃圾呢 得有一個太太,拿著一個車跟著走,然後每天去撿呢 你難道不應該有一個自願的部隊 或這個淨香團就應該有一個清掃垃圾的 或者說各位,什麼東西丟哪裡 不要亂丟,垃圾分類 這不是淨香也有這個乾淨這個地方的這種效果嗎 如果沒有,你都給人家免費吃喝,吃完就扔丟 那這是災難還是什麼 那還有一個人,真的 我以前一直以為大家垃圾都會自己收著 所以我覺得這淨香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那後來又有這個太太 我就說,哦,原來有這個問題 人家至少不留給環保隊員 你說,哎呀,清潔隊員在做這個事情 這不關我的事啊,我丟她姐呢 不然她會失業啊 那這個淨香的原始用意是什麼 愛護台灣難道不包含乾淨的台灣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們可以的話 應該明年任何媽祖團體 都應該有一個環保的團體在背後跟著撿 或者就勸,勸導各位不要亂丟垃圾 好,這是可以立位,立位可以全 全是最高的一個境界 就是你事情怎麼樣合適做,什麼合適不做 這個是一個判斷力 好,那孔姐微學還有讀書跟學啦 古今學的才 這句話我以前都讀不懂 說古之學,古之學的為己,真正學的為人 這有什麼不好,為己有什麼對 為人有什麼不好 可是呢,說他的學問呢 是以自己開始 檢討自己做得到做不到開始 那就很重要 那現在來看這個人家喜不喜歡 我們現在做學問也有啊 主流派跟非主流派 然後主流派就會很受歡迎 他開這個課,哇哦,多重要啊 學術界也有主流派,非主流派 上課就知道 像我聖哲社會學 就絕對非主流派 有人聽都沒聽說過 同行都沒聽說過 啊,你開什麼啊?聖哲社會學 國外有這種課嗎?沒有 那你為什麼開? 因為國外沒有啊 我就回答他的問題 國外沒有,你怎麼能開? 國外沒有,我為什麼不能開啊? 我們就像講相聲文,你知道嗎? 就國外沒有,我開了他來學 有意思啊,因為全球唯一啊 那你教什麼? 那你上網去看 我有九百頁講義 我今年要把它湊到一千頁 我今年要湊到一千頁 我今年要湊到一千頁 我還沒把孔子仁挪過來 孔子仁挪過來就是超過兩千頁 現在初步在九百九十三頁 因為我們把蔣義業主重編了 然後接下來增加內容 最近增加了六、七頁 所以剩下四、五頁 再批就可以過一千頁 所以這個位己是因為考慮到 自己是否有所得 不是說他想的都是自己 那精緻學也為人 常常這樣,有時候記者需要知道 你們那邊有沒有研究什麼什麼的學者啊? 因為一個自殺的學者 有時候他要問你的一句話 他自己都準備好了 那只是希望靠你嘴巴講出來 先天與後天之學 譬如說,孔子認為生而知識者上演 什麼樣的生而知識者 大概只有一些非經驗的知識 才會有生而知識 經驗知識沒有人生而知識者 因為經驗知識就是從自眠意 就是靠經驗 如果經驗知識相對是道德知識 那有人真的是生而知識者 生而知識者 他就是不會做那些事情 從小 我們大部分社會學家認為是 社會化的過程裡面看到 說這小孩好乖、好有禮貌 這不都教的嗎? 那小孩不乖、沒禮貌 那不都是沒教嗎? 就是沒有家教嗎? 我自己沒有小孩 所以看到別人有小孩到別人家去的時候 我就很尷尬 常常那個家長就會說 欸!叫人呢? 然後說孫伯伯好 孫叔叔好 講了一副情不甘情願 我覺得也是因為我不認識他嘛 就像叫,對不對?尷尬得很 就像你在學校走廊等一下下課 您跟我查身而過 要不要跟老師打招呼啊? 當初沒看到還是怎麼樣啊? 還是要打招呼啊? 以前我們有教官的時代 這一定要打招呼 打招呼的時候要跟教官經理啊 教官萬一沒看到啊? 那你覺得經理太尷尬啊? 你就這樣 就趕快轉換成實際另外一個 這是我們以前都會的 因為教官沒看到嘛 那裡沒有被收到嘛 但是這種道德之事 後來有些老師 像在美國兩個人在走廊擦肩而過學校 一定會說嗨的 你不認識你也會說嗨 在台灣看到的當中沒看到 這大概七月吧? 那個是嗎? 你這樣過去了 我們都很習慣了 所以我那棟樓我現在不常來 有些助理看到我會跟我打招呼 那他打招呼我一定打招呼 那有些人看到我就像沒看到我 我也不知道他成不成災 他也不知道我成不成災 因為禮拜只出現一次 那幾個小時之內 那學而知之是次也 大部分人都是學而知之 還學而不知呢 還困而學只有次也 出了問題才去學的 那是更次 困而不學 民思為下野 出了問題你都還不學 就說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處求對氣 民思為下野 明明可以教育他 明明可以為什麽不教他 所以這困而不學 這句話我覺得對我們老師來講 或對於學生來講非常重要 哪些東西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聖而知之者 大部分人都是學而知之的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去學 尤其現在終身學習 根本就是一個 就應該是你的日常 那孔子就說我非聖而知之者 這是上野 我不是這種人啊 我是好顧民以求知者 這又民就出現了 他好顧不是他的是保守 很多人說好顧就是保守 不是 因為他們幻想古代有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非常公平的制度 不是靠著血緣 不是靠著你的出身 是靠著你的努力 你的才能 然後能夠為這個社會所用 那個古是想像這個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上書 或者是史記講到那個姚舜的故事 都是這種故事 這未必是歷史真相 但這絕對是從漢朝的儒家 所希望有的一個公正的社會 他們不往後面想 他們往前面想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好顧 然後敏求 這個要非常認真的 很少人的名字叫敏求的 我教那麼多學生 沒有學生叫敏求的 我覺得好多好名字 好沒小孩 不然的話 小孩就是這個名字 把貓狗叫敏求也怪怪的 貓狗好像就人家叫喵喵喵咪咪 什麼之類的 不過現在有貓叫黃阿馬 什麼之類的 那個貓真的是也是太黃了 我覺得不應該用這種皇家語言 必跟學 好 他就說有 有就是子路啊 儒文 這個女通常都是儒 只有女子小 南洋野那個女是女 六言六壁胡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六言六壁的事情 這種六言六壁的說法 是幫助你記憶的 你只要考過試你就知道 那六言什麼六壁什麼 至少知道有六個東西 G 你停著我告訴你 好人不好學 人是很好的品性 但你只要沒有學的話 你這個就會變成很愚 譬如說你就覺得對人好 你被騙了你都不知道 這就是愚 你對人好 你也得知道那人是騙你的還是真心的 這很難發現 好人不好學 其必也愚 好知不好學 或好智 不好學其必也當 你什麼都想知道 但你都不學 每天就到地圖說 我聽說怎麼樣 我聽說太陽黑子 我聽說黑洞 你什麼也不知道 你就這樣隨便講 這就是當 學問這樣子 沒有根了 好性不好學其必也賊 你就相信了人或是相信了事 譬如你就相信某一個人 你就跟他下跪 你也不會學 就賊了 你就變成賊了 被那些賊在一窩裡 好職不好學 你這個人很正直 你也不跟人家學 你也不知道是非其必也講 有時候你的正直 就像把別人那樣的敏隔 讓人難受 像你一見到孫老師 孫老師你胖了 孫老師你穿白色的衣服顯胖 你有嗎 你直啊 你講話很直 但你怎麼不學一下 因為孫老師內心就會腳痛呢 萬一就因此心臟力發脫 不就你害死了嗎 不 老師是你胖死了 你血糖太高 所以你死了 這跟我無關 這真是好職不好學 所以有些話 還是要選擇 什麼時候講 要不要講 是不是用這種話就講 這都是 好勇不好學 其實跟子路來講 還是好勇 會不好學畢業亂 什麼事情就出來 然後就開始批評 然後你覺得人家不起來 然後你就跟人家說 踩過我的屍體吧 怎麼覺得有時候 就要好勇不好學 所以整個事情你都不了解 因為你開了一個網站 好像你就不得了 好勾不好學 好勾不好學 其必也狂 很勾直 這跟直很像 不好學就狂 我這個人最厲害 我這個人最直爽 我哪像其他人 那其他先秦古籍 都以孔子籍為主 孔子論學 這我就強調講義 有很多地方 所以儒家非常強調學 在以前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上學的時候 那他的學是學做人 或者學做事 而不是學這些沒有用的考試的知識 考試知識也不一定能說沒有用 也不能這樣說 但是我們以前看過公民課 公民題 第一次考的時候 那個題目呢 社會學的部分 我們當時的主任是社會流動、社會階層化專家 我們就讓他答內題 他都答錯 台灣的專家 答一個高中考大學的題目 內題是多選題 他答錯的 我們其他人都沒有人敢答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專家 想說天哪 主任都答錯 我們這時候是好職不好學 還是好職也好學 主任這種題目高中生 您當然會答錯 這只是高中生程度 哪像你的程度 我們應該叫拍馬屁 不過現在跟主任拍馬屁 是沒有什麼太大用處的 德也很重要 這個德跟道是有關係的 通常古代說 天下運行的那個道 自然的規律 德就是你效法自然的規律 然後想在你身上能夠展現 就是德 所以原來德是現在的 你得到的那個德 不是這個德 但是德者德也 用同音字來訓 就叫得到 大陸有個網站叫得到 APP 就是這個德 You get something 那個德 然後孔子說他的德呢 天生得欲 還推其如以合 這是我們上次說過壯膽說的話 因為要人家追殺他 然後不是他的錯 就說如果文化不要滅亡 那我就不會死 本人就是文化 哭吧 如果原天廢裂我說 本人就是太大的精神 如果我的課頭沒人修 太大就沒有了精神 其他人說是吃藥了唄 當然頂多講對 孔子講對你就很尊敬啊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自己是有德的 天的德都在他身上 所以他覺得自己是有天命的 所以命啊 德啊 道啊 在古代都是類似的概念 都是一個正向文 德跟正啊 譬如說導致以正 這個字要唸導 因為是個動詞 跟這個齊是一樣的動詞 導致以正齊之以形明免而無恥 這句話呢 一般的解釋是說 你要用正來開導他 正呢就是子率於正 俗敢不正 所以你自己做的正 你才能夠去醫療 你自己領導別人 其自己行 真不得已的就用行 行跟這個正啊 其實在另外地方 都是理跟行 是要互相參佐使用 法家就強調行 不強調德 那儒家呢 有些太過強調德 就不強調行 這都是過度 那這個明免而無恥 老百姓只會想到怎麼樣避難 不會想到從內在發出來 要去做不要做那樣的事 導致以德齊之以理 由此且格 這就是一個更高境界 你用自己的德性 這個德跟正應該是差不多意思 只率於正 俗敢不正 就是你自己正了 別人就跟著正 那導致以德也是一樣 齊之以理 這點理就跟行 對應 由此且格 老百姓知道這事不能做 這違反天理 這不道德 然後且格 格就是正 我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別人也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這句話其實非常重要 中華文化的一個精神就在這裡 其實也不是中華文化 在人類文化 你如果書讀得多一點 其他宗教幾乎都是這樣 都強調德 都強調行的 行真的是不得已的方法 有人說德不孤必有靈怎麼會呢 這個的道理不是說 這是一個放諸四耳界的道理 說你這個人 如果是很有德性的人 大家都願意來跟你做鄰居 那占你便宜嗎 你當然也會這樣想 哎呀那傢伙很有德 我就占他便宜 另外你的比較放開的想法 是說物以類聚 我不希望跟惡鄰居相處 我也不希望住在一個惡鄰居旁邊 那我希望鄰居是有德的人 那我不是也應該有德嗎 通常有這種要求的人 本身就是比較有德的人 譬如說公益大樓管理條例 我們在台灣 你在那個樓梯間 能不能擺鞋櫃呀 我們一般人的習慣 是會擺鞋櫃的 但是那個對消防來講 蒸發的火災 那是妨礙救災的 所以鞋子不能擺在那裡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說 好吧我隔壁鄰居 這棟樓這層子我們兩個人 你不在乎 我不在乎就算了嘛 你擺我也擺嘛 或者你擺我不擺嘛 因為我是後搬來 你是先搬來的嘛 你不要把鄰居搞壞 那也有人都不擺啊 你後搬來了擺了 人家先搬來沒擺 那先搬來會比較不爽 你這怎麼那麼不同規矩啊 而我住的是大樓 十二層樓的大樓 總共七十幾戶 有兩個出入口 擺鞋子這個事情 就擺了好久還腳踏車啦 或什麼的雨傘 雨傘架啦 反正很多人都擺外的 後來有一天 消防檢查說這都不合格 我們大樓就貼出了一個 全部東西要收起來 包括腳踏墊 說腳踏墊也要收起來 全部收起來要進空 這個事情在我們大樓裡面爭議了很久 有人就說不行 我可以收鞋櫃 不能收這個 後來說要罰款 罰你家 不是罰我家 我們公寓已經說了 那你還要那家罰款 不是我罰 不是我們大樓罰 是台北市眾罰 這下大家都收起來 所以有時候罰家是有效的 講太多了 那現在大家都不弄了 新班來的人也不弄了 就變成是一個大家都遵守的規矩 這我自己親自感受到 然後這段就太長了 這段呢這裡面講到了 孔子的弟子有去當家的宰 然後就覺得自己真的不是可以主宰的 季氏呢要去罰一個小國叫鑽羽 那個國呢是跟魯國關係不錯的 然也要跟季禄兩個人是他的宰 就是家成 就跟孔子說 季氏這樣也是鑽羽 有事就是要去打他了 那他惹了你嗎 沒有啊 那你打他幹什麼呢 孔子就這個意思 無奈二十歸 這你們兩個人的錯吧 怎麼就是一個沒有犯錯的國家 你要新民去打他呢 就講專域的歷史關係 先王以為東盟主且在邦域中 這就是我們魯國人 你打他幹什麼呢 是設計之下何以發為 這根本就是我們自己人 你打他幹什麼呢 他犯了什麼錯呢 你看 然有就開始替了 夫子欲知 無二十歸 這是我們老闆 要做的事 要問我 我不得已啊 是這樣嗎 你看接下來 你不欲 你不會跟他說嗎 孔子曰 求也 求 周任有言 孔子曰 引用的話 所以古代人講話 要表示學問 都是會引用古代人已經講過的話 這個在外交場合更是這樣 成立就是不能遮止 你要盡你的力量 這個簡單的翻譯 去遊說你的上司 做不對的事情 你就讓他停止 但是遊說不了了就算了 唯而不辭 第二不辭 這個講你的老闆 你老闆做這種事情 你還不把他扶住 他已經站不穩了 你也不扶他 扶持 就叫你江堅又比向 那要你這種輔助的人幹什麼 所以呢 就罵你了 這是你的職責 我叫做畢也正名 或是這樣 你是人家的宅 老闆做事情 利弊得失 你都要跟他說清楚 你怎麼能不說清楚呢 虎四出於家 歸於 就你是個管 耳簾過癮 就你這個推脫的太厲害了 虎四出於家 四是野牛 有人說是犀牛 這個老五人犀牛 原來都關在籠子裡了 然後從籠子裡跑出來 然後再歸於毀於都中 歸於本來都擺在盒子裡 保管得好好的 然後毀了 是誰之過癮 誰該負責啊 徐明哲實 就這個意思 法家也有徐明哲實 蘭友曰 蘭友就不敢說 就趕快轉換句話題 金福專序 故而進於壁 這個地方的人故 或者他進於壁 廢要念於壁 金不取 後世必為子孫優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叫什麼 預先性的 人家還沒打你 你先打人家 免得他打你這種 這種奇怪的邏輯 所以如果他卡在那 這不是好事啊 必為子孫優 所以我們得先把他幹掉 將來他會幹掉我們 那他還沒幹掉我們 我們先把他幹掉 那他如果現在還沒幹掉 你怎麽知道他將來會幹掉你啊 這就是那個 Minority Report 叫什麽 關鍵報告那個電影 在一個人還沒犯罪之前 我就可以把他抓起來 可是這裏面的矛盾 就是他沒犯罪 你為什麽抓他 因為我一看到他犯罪 可是你把他抓起來 他不就不會犯罪了嗎 那不就後面的事情就沒有了嗎 這就是那種穿越時空的這個 邏輯上的矛盾的地方啊 你如果回去改變了未來 改變了過去 那未來就改變 你就沒有你啊 你就不可能回去啊 所以就得發明另外的說法 叫多層宇宙 你只有這個說法 你才能夠把這個講通 所以其實事情發展有五條線 十條線 然後我現在只是從一條線 把它換到第二條線上去 那現在熱衷於演這種穿越劇 或者外國這種回到未來 然後去改變什麽的 這個我們以前念 分析哲學的時候 要念一篇文章 就是告訴你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Logically impossible 邏輯上說不通的 但是現在文學這個電影非常喜歡演 反正也不負責任了 好 所以說 君子疾福 愈之而必為之之 就你自己想要 你還要想一堆辦法 台灣話講得最好 叫要跪給世紀 你明明都是很餓 你還要講不餓 我不吃餓 我不要吃 要跪給世紀 就是這樣 然後必為之詞 想盡一些的說詞 某也 我們說過了 尊重孔子 秋就不能念秋了 有國有家的 不換寡而換不君 大家 你東西少沒關係 大家都有 大家都少 就不會有問題 這個現在的觀念 社會學的觀念叫相對剝奪感 相對剝奪感是你少我也少 我就沒有相對剝奪感了 所以那個有錢人賺的錢 在我的四倍 OK啊 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錢賺的錢是我的四百倍 四千倍 那是憑什麼 蘋果的這個正經的新聞嘛 蘋果的總裁賺的錢 是他們一般人的多少倍 四千還多少 四百倍 反正就很高的倍數 那他憑什麼呢 你下面人替你賣命 然後差距那麼大 這在經濟學裡面 有一個概念叫做 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 最好不要超過五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這個我們以前學到 就是說 大家都 東西少沒問題 我們窮苦時代 很多國家 在歷史上都經過窮苦時代 經過窮苦時代 大家都少 日子過得很好 一大家都少 所以貪欲也少 一旦多 就是不換不均 就不要有人很多 有人很少 像在打 不換貧而換不安 大家都窮也不是壞事 但窮了有人 就開始搶別人的錢 開始有人做為非做膽的事情 那就不好了 所以你看 寡跟貧都不是問題 因為問題在於不均跟不安 貧就無貧 如果大家都一樣 就沒有相對剝奪感 你今天來上課 就這樣 那也這樣 不會有相對剝奪感 然後 何無寡 所以這邊應該露一句 因為這個均 君無貧 這均在這 何無寡的何沒有了 安無親 這邊有安 所以這邊理論上應該有一個 什麼 何跟寡的問題 在這裡 然後這邊寡是在這裡 光從前後文 孔子可能自己忘掉 或學生忘掉記了 因為這段太長了 安就不會輕 大家都心安 賺的少 也覺得這個是合情合理的社會 就怕一個不合情合理的社會 台灣在1990年代 有些人賺股票那個真的是一個下午 那時候叫台灣錢燕角木 各位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有一個下午 有人就賺一棟房子 然後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天不是一個下午 一天他就賺一棟房子 另外一天他就損失三棟房子 就那種財富的震盪是這樣的 大陸在前一陣子也出現 只要玩股票 大概都出現過這種財富的震盪 那就是 就不是安 你每天都期盼著能不能 最後大家都垮了 日本的泡沫經濟也是這樣 浮如是者遠人不服修文德一大 如果你周圍的國家的人 對你不服氣 你該怎麼辦 打他嗎 專域你要打他 不是啊 你要修文德以來之 讓自己的文化燦爛 他會來參加你的活動 他覺得你是一個 以文化建常的一個國家 他自然就會來了 這段話到現在都有用啊 我不是靠打仗啊 我是靠我的文化 吸引各地的人來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你打哪能打過他呢 你打能打多久呢 既來之者安之 他來了 我們就讓他覺得在這裡很心安 希望把他我們這裡當成他的家鄉 冰治如歸也是一個做法 很多人喜歡來台灣 因為觀光很好 前陣子還有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馬來西亞人每次來都裝作 他不認識路來問路 台灣人就會帶他去哪裡 他就覺得台灣人很內衡 你幹嘛啊你 那萬一還有別人需要呢 他每次 這個人來了幾百次 我以為你這人真的拿台灣人開心啊 當然他沒做壞事了 他只要表彰台灣人多好 好一百次他們都還繼續去相信我的 是啊 你也沒做壞事 你來消費嘛 OK的 只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拿出來當新聞 真的是有一點那個 聽起來覺得老先生很難 你不必這麼做啊 你又不是真不知道路 好 接下來在金猶與求也開始罵了 相夫子 遠人不服不能來也 幫分崩離析也不能熟也 而謀動干戈於幫內 你想到就是他 武力征服 孔子說 孔孔孔孫之勇 孔孔孫之勇 孔孫之勢 孔孫之勢 不在專語而在消強之內 由你們這種幫忙的人 或者叫幫賢的人 後來魯迅說 何必需要敵人 所以這次大案那麼長 為什麼一定要講 是因為它裡面找到一些基本的原則 到現在都使用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不換寡而換不均 不換平而換博 這真的是我經過那個時代 大家都很窮的時代 那個橡皮叉都只能用到一半 通常都只有一半 那些鉛筆刀用到很短的那種時代 沒有人覺得那個時代很糟糕 尤其我們現在越回憶那個時代 越覺得那是一個單純美好的時代 一個無憂無慮的時代 雖然其實是有憂了 那講德性也講到智德 講到中庸 中庸之道呢 其實是很簡單 是最高的道 明顯就是和大家都走極端 你現在看任何政治評論也是一樣 大家都走極端啊 一定要支持誰 誰支持誰我就反對誰 沒有人就事論事 強調泰國是智德 智德就是智高無上的德 因為他三以天下讓 民無德而成年 泰國是大兒子 理論上該繼承王位 但他覺得第三個弟弟的王位 智能力比他強 而且他的爸爸應該也是看上第三 所以他跟他的弟弟兩個人就跑了 他呢為了這個傳說 為了他確定自己不能回來 就到了江南的地方 就開始紋身圖面變成野蠻人 這樣當時周朝是中原 我就沒有回來的任何可能性 然後大家就請他 你爸過世就該你了 就該你了 他就不要三次 現在你看到什麼政治人物是以天下仗 每個人都出來要承擔 沒有人讓 沒有人讓 我們等今天跟後面有一點看 能交到孔府 孔府後來變成南中北中的時候 真正該繼承的南中就讓給北中了 所以能讓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德性 在民主時代我們更看出來讓的重要性 可是沒有多少人會讓 大家都當人不讓 郭同學 這真的是很難很難 利益當前沒有人讓 好 其他我就不說了 這講自德 講到德跟學 通常德是很重要 學不學比較不重要 但是大部分人現在反過來 所以才後來有出現無性文人 有的人雖然學問很好 但品性很差 人格很差 渣男 我們學校不是有一陣子 有一個男的交了好多女朋友嗎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這個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新聞 然後說台大學生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對台大學生還是有道德的期待 他絕對不允講一個非台大學生 志願很後面說 這個學生怎麼做這種事 好像弄學人做這種事是正常 這怎麼是這樣的 誰做這種事都不正常 不是只有台大不台大這樣 還有道德仁義 至於道基於德 義於人 有一義 在屈腹的孔子研究院 四面人的牆 四面人的牌棒就會寫這個 道德仁義 這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現在有人講到了爛 道德仁義變成是 這個義是這個義 不是我們現在另外一個那個義 就好像講到這都是很腐朽的道德 其實不會的 只是努力好好去念 德跟色 他講過兩遍 太乎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這句話呢 是感嘆的話不要信以為真 這句話是難過的話不要信以為真 我們常常會把這種話 就一律地看成是他的真實意見 孔子怎麼會沒見過好德的人呢 他的詩文都怎麼人 來跟他求人 求不好色 孔子有那麼色嗎 孔子長得好嗎 孔子來了都是為了孔子的女兒嗎 需要不要做人的女婿啊 所以我來了 因為我好色 我不好德 所以這個話 因為日常生活裡面也有很多話 千萬要注意著講話的語境 有些話不能當真的 生氣的話特別不能當真 但是我們的人就有一些習慣 特別愛把生氣的話當真 你當初就說我怎麼樣 乱乱乱 然後七輩子 何必呢 所以當然最好的訓練是 不要在生氣的時候亂罵人 那你說生氣的時候要發洩情緒怎麼辦 因為生氣大便生氣發洩情緒 你就用數字沒有意義的 比如說0800 你就是0800 空八空空空去空空空空空空空 你就找一個這種 耳熟能詳的號碼叫背 然後你說會傷到誰 你會傷到誰 你要說你豬啊 我白羊你那麼大了 早知道了 我就不生你了 這就對很多人很大傷害啊 你幹嘛把豬扯進來 你幹嘛把豬扯進來 這不是傷害到動物嗎 蛤 豬啊 狗啊 你的不必扯進來啊 不好就不好啊 所以我常常建議 怎麼樣避免那個吵架 第一個當然秀養好一點 第二個就是用數字發洩情緒 三個領到沒有人的地方去大喊大叫 日本以前有在屋頂告白 那有點危險 我怕你墜樓 喊得太大聲了 反作用力 你可能就墜樓了 那倒不必 不然的話 要避免吵架 真的是不太容易 好 所謂一以戶 屋間未見號 得如耗之則也 這話 要不然就講一遍 這個同學呢 筆記記得慢一點 所以就把一以戶去掉 然後那個同學記得快一點 就加上了一以戶 有了一以戶 你覺得這是一個感嘆 感嘆的話 都不要太 不要太當真 Don't take it seriously 知得者 有知得者的嫌疑 都告訴你說 很少不好這樣的人 那孔子自己 就是這樣的人啊 爺的回也是這樣的人啊 是險啊 但不是沒有啊 好 那這個下面不用講了 接下來德性 這個有人說 這是排行榜 我覺得是不是 這是一時的一個 不要誰記的 應該不是孔子 因為這裡面露了很多人 所以後來你到大神殿去看 誰不在這個名單裡 子章不在這個名單裡 子章不在這個名單裡 子章在大神殿裡 連宰我都在名單裡 也在大神殿裡 所以子章 有子 還有曾子 不在這個名單裡 但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後來這些人 有的就升德 就這樣 好 從德 講到要遵從德性 辯禍 你的情感 這個德性大概是知性的範圍 這大概是感性的範圍 所以祖宗性就是習义從德 習义就是什麼東西該做你就去做 所以這就是從德 該做的事情要去做 如果是從德性 路上看到垃圾要不要撿 你當然也可以說 我不是情節隊員 關我什麼事 你也可以說 哎呀 怎麼有人在丟門 你就把他撿了 把他丟到垃圾桶裡 當然也有一個風險 就是人家說 又有隻腳怎麼亂丟垃圾 就把你當作是丟垃圾的人 對吧 這當然有個風險 所以習义從德也從德 就做這麼簡單的事情 孔子都不告訴你 太抽象了 這話很抽象 從德 各位同學 要尊重德性 怎麼做呢 就是祖宗性 講話 自己幫人辦事要辦得好 忠啊 講話要守信用 該交報告就交報告 然後報告交不出來就找個理由 最好是真的理由 對吧 老師我忘了 這也是個真實理由 老師我寫了電腦當機了 這就通常不是真的理由 現在電腦當機機會很少 剛開始電腦很容易當機 在我那個時代 還沒電腦的時代 最常見的理由 就是老師 我的作業放在圖書館 結果上了一個廁所 回來就不見了 古今中外 都拿這個當藉口 我就很驚訝 我想 哈 這藉口有普世性啊 我一直以為 這只是某些人那個 有普世性 有人電腦以後 這個藉口就不見了 沒有人說 作業在我的電腦裡 我的電腦在圖書館裡 我去上廁所 這筆電就被偷了 這我到現在為止 沒聽說過 你們可以考慮用這個故事 因為我沒聽說過 好 所以從那 然後呢 愛之欲其生物之欲其死 欲其生又欲其死 就禍也 這到底對這個人的情感是怎樣 你愛他的時候 就愛得要死 你恨他的時候 還不幫他去死 你到底是想要他死 還不想要他是禍也 所以這禍是一個情緒上的你 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狀態 然後引用了一個 成不以復 一職以義 這句很奇怪的話 這句話好像說出自詩經了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句話具體什麼意思 如果這句話刪掉 其實好像不會影響到這句話的了解 這句話卡在這兒就變成蛇主了 你知道嗎 因為講到從德變禍 那這個是關什麼事 所以有人說這段話是演文 是演文多出來的吧 不然的話沒辦法解釋 因為這句話照字面解釋說 不是說有錢 但是呢就是因為有差別 什麼意思呢 所以有人就開始掰啊 說我愛上你不是因為你有錢 只是因為你跟人家不一樣 這掰得非常好 我坦白跟你說 成不以復以之以義 我不是愛上你的錢 我怎麼知道你是富二代啊 才怪 富二代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凡馳 從有五語之下 演文從德 則多了一個修特變貨 好 說先事後德 你做什麼事情你就先做 不要想著後面的結果 你就認真去做 孔子這個想法 我們現在未必贊成 你去找工作 你說老闆說你要多少錢 老闆你先不要給我 我們先不要談價錢的問題 你先讓我做三個月 你看看 我值得多少錢 你這豪情賣物 但是萬一你開出來價錢 老闆出不起 到這裡三個月也拿不到錢 還是講清楚比較好 先事後德 就告訴你自己好好做事 結果不要太去計較 非從得欲 這就是從得啊 你知道自己做得好 這其實還強調得性 供其惡 供人之惡 非從得欺就自己 你只要自己去檢討自己 不要一天到晚覺得是別人的問題 那就是罵了多少人 非休特 休特就是這樣 每天反省自己 不要反省別人 現在都是說別人的錯 不管再來 好你看那 或一朝之分 望其身體其輕 前一天說支持誰 第二天就覺得他是王八蛋 那不就一朝之分望 這不是禍嗎 說四十而不禍 如果照這個講法 那這禍也跟情緒交易有關 那到了四十歲 你情緒應該相對於 這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這是從得 那德跟贊呢 贊卜啊 我那時代大學女生 我認得的 沒有人沒去算過命 最low的就是找同學算命 同學學了一點什麼 就算命 唉唷 我們那時候憲不死 男同學 有個男同學 就在手術館 說 傳出來說 她會算命 女同學就這樣 心以為真 就那你幫我看一下吧 你是怎麼算命 我看手相 就捏著她小手啊 我們幾個人就看了這樣 哇靠 這真是捏人家小手 最光明正常的方法呀 對吧 那還捏她的手 還說 你這個讓我捏一下 你手心厚不厚 那不就捏好幾下嘛 我跟你講 唉呀 真是高明啊 我到現在還佩服不已啊 就捏了小手說 哎呀 你這手太薄了 你將來命不好 那就她瘦嘛 對吧 像我們這種人怎麼摸 對吧 那命都好到不行 我們吃的肥啊 脂肪多啊 你怎麼還有彈性啊 什麼之類的 對吧 好 那你看這德跟戰的問題 這個古代人到現在都還一樣 很多人不修德 就開始去算命 覺得怎麼樣趨吉避凶 你學歷經就告訴你 趨吉避凶沒有用的 你只要修德 你有德的人也是一樣會碰到兇事 你有德的人也會碰到好事 但是你因為修德 所以你不會在乎這個事情 你就循著正道 該怎麼做怎麼做 你不會計較這個後果 只有小人計較這後果 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什麼後果 你不修德 只強調趨吉避凶 這就是現在很多人 學歷經的壞處 師父幫我解解難了 你這難怎麼來的 不就常常你沒修德嗎 你做事情不按照規矩來嗎 生意人不按照規矩來做生意 蓋房子不按照規矩 蓋房子 然後你就希望能夠補個掛 能夠讓你這個 逃過這個劫難有這回事嗎 你不好好讀書 然後去算命說 我想知道怎麼樣 這次考試能考第一名 你啥都不做 你要考第一名 你啥做的時候 還不一定考得到第一名呢 你啥不做要考第一名 那你不做犯法的事才怪呢 好 男人有緣的男方人 這個主要是北方人寫的書 男人有緣 人們無橫不能做無依 無依可能是那時候很高的職位 有傳說孔子媽媽 日本人白川鏡教授 就是孔子媽媽可能是個舞女 這個巫女 也是這樣 這很高的地位 不是說他就一天在那邊 主人家的指甲 頭髮 不是那樣的東西 善服 哎呀真好啊 說得好 不橫其德獲成之修 這是《易經》橫掛裡面的第三謠的謠子的掛詞 就是說你呀 德不常常去做 你很有可能會碰到不好的事 簡單講就是這樣 不橫其德 你就叫橫德嘛 然後子曰不占而已啊 這還占補什麼 有德的人像薄一熟齊都會碰到壞事 那你還能求什麼 你就求心安而已啊 所以後來康德說有一個東西叫 無上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所以你做的事情不是考慮後果 做的事情就是因為這是你該做的事情 不橫其德獲成之修 沒有一樣的意思啊 只是沒有用那麼生命的話講出來 所以你還要說 你為什麼要做好事 而我想積功德 這只有一點功德都沒有 梁武帝蓋多少廟 還能叫中國人吃素 就問達摩祖師 你看我蓋多少廟有多少功德 達摩祖師說 沒有功德 沒有功德 你想想什麼梁皇燦啊 什麼規定的那一切 都是梁武帝做出來的事情 梁武帝蓋多少廟在南朝的時候 在南朝的時候 有一首師說 南朝四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間廟都他蓋了 有功德嗎 所以孔子的不在乎 這就是孔子的理性精神 有些東西不是要靠彩虎 你在上書裡面 如果上書不是孔子做的話 上書裡面也有一張叫做紅範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張 那張裡面有一個部分叫做姬儀 當國家大師發生的 有可依特怎麼辦 第一個 謀及乃興 你要想想你自己怎麼辦 依照你統治者的經驗 謀及輕事 問問看你身邊的那個幫助女人怎麼辦 謀及宿靡 一般老百姓怎麼辦 謀及不適 你看算是老天有告訴你不是 然後告訴你 當算命的成的時候 什麼什麼不成的時候 你該相信還是不相信 你有幾個原則 所以沒有把算命排除在外 在那個時代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自己的經驗判斷 你的旁邊的人的政策的建議 還有老百姓的觀感 你如果看完那個 你覺得台灣現在只從民調 那真的是很low的 連上書都不入了 真的連上書都不入了 如果根據那個原則要選總統 我們要怎麼選 第一個 我們要去補 所有的媽祖 到媽祖去補 五個候選人 每個人補 然後把那結果來 結果都一致 那當然就一致了 第二 你要問那個高級 這個一般老百姓 民調 現在只做民調 第三 輕事 國內有學問的人 你覺得根據他的分析 不管政治色彩 他覺得誰敢當選 那當然還有某幾乃心 那這些人 當事人他準備做什麼 準備把台灣領導到什麼樣的 如果根據上書的原則 應該考量這幾個因素 我們現在沒有 只有民調 然後到時候就這樣選 我們還認為我們的民主 是很先進 那你看看 人家考慮的因素有多少 結果可能是一樣 但是考慮的因素 是不一樣的 所以考慮到人是可以掌握的東西 還有考慮到人不能掌握的東西 好 德與言 說有德則必有言 有言則不必有德 有人話講得很好聽啊 不一定真的有人內在 那有內在人講話一定很中肯 人則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人 這是他的經驗 那接下來 巧言亂得 說講好聽話的人 常常會讓你的德性 守不住 這在我們這個時代 特別是這樣 很多時候 你斷章取一別的話 就每天在那邊放話 所以不看新聞 真的有時候是有好處 想不忍著亂打工 到現在還為止 還在用 這樣子的話 那講到其他的 說這個記 記是很能跑的馬 如果要曬馬 就得找這種馬 可是呢 孔子說 記重要的不是他的利 而是他的德 馬也有德啊 這很厲害吧 這我對馬不懂 可見連孔子說馬沒有德 你看下面的故事 齊景宮呢 有馬千四 四是上好的馬 我們現在叫做上四之才 或者叫什麼 一言即出 四馬難追 這個四馬不是四匹馬 而是那個最好的馬 跑路最快的馬 齊景宮一匹馬 有馬千四 有一千匹很好的馬 應該是這樣吧 來總燕傳 是很好的馬 死之日 馬死那天 名無德而勝焉 不知道這馬的德性是什麼 這邊說有德的 這句話我不太懂 柏伊淑其又餓死守陽山之下 守陽山 名道已經稱之 一個是無德而稱焉 一個有稱焉 是因為有德跟無德的差別 這個馬就完全沒有德 除了七景宮喜歡他 沒有什麼別人可以稱道的地方 然後這個柏伊淑其又餓死了 名道已經稱之 其私之未雨 其私之未雨說 大概就這個意思吧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德沒德 你在後世留下來的是不一樣 當代未必會有 但後面也會知道 還報德跟報怨的問題 這跟中國近代是有關係 中國近代說說日本投降以後 這個蔣委員長選擇以德報怨 這個讓很多人覺得很感動 也讓很多人覺得 我們死那麼多人 要點錢回來是什麼問題 也覺得對他很不滿 那日本人也有感動也有不滿 以前在他活著的時候 日本人每年有那種類似感恩團的人 來跟這個先總統講功祝壽 就是感謝他當初以德報怨 所以這歷史的東西真的很難講 現在這種人就沒有了 好 有人說以德報怨如何 人家對你不好 你對他好 這樣子怎麼樣 孔子說何以報德 你有沒有考慮過 那人家對你好的時候你怎麼辦 對你不好的人你以德報怨 那對你好的人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 還是以德報怨 可是很多人一聽到這個就說 唉唷 孔子反對 沒有反對啊 其實他只是一個問題啊 孔子說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這是孔子的例子 以直報怨 就那個怨呢 你得看該怎麼做怎麼做 看事情大小 所以這是一個權衡的問題 你可以不報 你也可以報 譬如說你騎腳踏車 人家撞到你 如果你真的沒什麼太大傷害 車也沒壞 你就算了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就自己覺得 這個是你的職啊 他撞到你是真的 你也可以試試大開口啊 然後每天去醫院啊 拿那個意思證明啊 然後你就說 你看我這身心受創 然後我的腳踏車從此又怎麼樣 你可以試試大開口 要求對方賠償 可以的啊 那也是以直報怨啊 看你啊 你們現在法律還規定 可以有35%的留置權 這個是前一陣子 最近沒有了 我看新聞我都看了 我說傻了 說剛好都是學法律的 學事後法律的人 剛好這兩個應該不是同一個人 有一個人撿到人家的筆電 還給人家 說要求對方出35%的 類似答謝金之類的 他說因為根據法律 他有35%的留置權 就是我撿到一百塊錢 我還給你65塊就可以 我有權利留下35塊 法律上允許 這在我那時代是沒有的 你撿到錢就應該還給人家 或者你就A了 你就不要還給他 我就不知道這是立法原則 我有一次聽到電視那時候說 這是希望他鼓勵大家撿到錢 能夠還給別人 我說這個人的頭腦壞了 我撿到一百塊 我還給你 我頂多拿35塊 我撿到一百塊 我不還給你 我就拿一百塊嗎 而且說撿的 不是我偷的對吧 怎麼會你要求給35塊 會鼓勵人家還東西呢 你聽懂我的困好嗎 那以前是撿到東西 人家丟了你 撿到東西一毛錢不要 他要給你禮物 那是他的事 你不能要求 我覺得這是非常合情合理 結果撿到人家說 對不起 你先給我35塊 我再還給你 因為我有法律上的劉志全 剛好那陣子兩個新聞都這個 引起很多討論 那我那時候覺得 這個世界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原來有35%的劉志全 所以這個回到這個 以職抱怨 以德抱德 這當然是一個交換的一個關係 社會學裡面有交換理論 但是誰主張以德抱怨 佛教的人主張以德抱怨 可是後來是 老子也主張以德抱怨 因為這樣才能終止怨 但孔子認為以職抱怨 你有怨你就該怎麼樣 你該陪我 你還是陪我 怎麼就不計較了呢 但是這個抱的原則 一直是一個很難的那個事情 舉例來講 死刑犯的家屬 跟死刑犯 受刑人 跟受害人的家屬 跟受害人 這個在現在的連續劇 有人討論到這個問題 在一個社會裡面 我們憑什麼去要求 受害人家 受刑人家屬道歉 他沒做錯事 他的小孩做錯事 那他家的事 我們為什麼認為 那個家屬 有責任要負擔 那個小孩做錯的事情 他是成年人 未成年人 我們還可以說一點什麼 他成年人 我們憑什麼 就好像一個人 沒被證明他有罪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他有罪 這是違反我們 現代的法治教育 該被教育的是這一群 沒有教育的人 而不是順從他們的意思 好 那我們就來和解 我們來什麼 恢復式的什麼東西 我沒錯啊 幹嘛我要跪下來 跟全世界人道歉呢 就因為我的家屬 做了一個措施 我就得跪下來道歉 這不憑什麼呢 我們的社會就覺得 應該這樣 這就是我們社會 不進步的地方 那你還談廢死呢 連這種 法律之前 沒有被證明有罪 你都是以無罪對待 這個我們都不能堅守 還有 誰做錯事 誰負責 這沒有連帶關係的 我們現在還相信 有連帶關係 然後還認為這些人 需要被和解 不要被撫平傷口 這傷口誰造成 我沒做錯事 為什麼我要承擔這個事情 這最簡單的道理 這次這個連續劇 好像在這方面也沒有太難 就好像只要受害人家屬 他就最大 他要做什麼 他的傷口扶貧 跟你道歉有關 我覺得他的扶貧 應該跟受害人 這個加害人有關 跟他的家屬有什麼關係 這點我是大過不解 那當然 我不是受害人家屬 我的心情上面 當然不是這樣的討論 我是從一個比較理性的 來談這個問題 這也是一樣 以知抱怨 以德報德 那個怨憑什麼 發在一個 沒有做錯事情的人身上 今天如果我的學生 做了犯法的事情 我要出來跟社會道歉 對不起 社會大弄 我的學生做了一件錯事 好 那我的學生只有他一個人 還是全班都去做壞事 那當然跟我有關 如果全班結合搶劫 是因為上孫老師的課 他說了 如果上我的課 有十個人或兩個人 其中只有一個人去做壞事 我要道什麼歉 我要道什麼歉 我有鼓勵他去做壞事嗎 你是他老師 要住九族十族 這是明朝時候發生的事情 這是野蠻時代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 我們又強調個人主義 尤其法律上面 誰做事情誰承擔 就更不應該把別人扯進去 更不應該把別人扯進去 如果你不能證明它是共犯的話 你不能用社會習俗觀念說你要負責 你就把人家這樣搞 我覺得這是野蠻的做法 這也是以直抱怨 好 這可以討論的人很多 好了 還有德之賊德之氣 相怨德之賊也 相怨是那心中沒有主張 甚至沒有是非觀念的人 然後這些人是德之賊也 為什麼這麼說 你都碰過 小時候呢 你班上有人吵架 老師不問清風照白 就說來 要不就各打五十大百 趕快就說來握手 以後不能在那個 老師這不是我的錯 是他先打我 別再說了 從此以後 不要再做了 那是非有得到澄清嗎 我小時候成長年 也跟後來聽到的故事 都沒有得到澄清 老師就希望兩個人握手言和 這事情大家就一筆勾銷了 這叫相怨德之賊也 是非不分 這也不是以職抱怨啊 職在哪裡啊 到底誰先動手 誰先那個 都有 都需要討論啊 你不討論就開始這樣 所以就很容易發生這種事情 到現在選舉 很多候選人出來 最後也是一樣 叫搓原子 我給你一些別的利益 你就在別的那裡 甚至有人先把原子拿出來 說我只做一任 所以我不會站太久時間 我年紀大了 就讓我先做做吧 選舉是這樣 你們就思相授受嗎 你不考慮我們選民的想法嗎 這是你家的東西嗎 這是全民的東西啊 你好歹徵求全民同意啊 到時候選票出來 我覺得很多人就相怨習慣了 認為這就是處事的方式 各位 你自己將來到了社會上 你真的會發現 很多人是用相怨原則處事 不要腦大 我們把事情解決了就行 是非不管 你要是在卷在其中 你會痛苦到 恨到這社會沒有是非 你是菜鳥 所以這事情你負責 你承擔 我有家裡 我什麼 你還可以找別的工作 這個措施全部都歸給你 所以你看看很多工作 到最後要找麻煩的時候 都是第一個承辦人倒霉 有人就這樣被抓去關 我就不要講名字 我也不要講事情 我告訴你 這個社會相怨得知賊也 我在學校也經常看到 你說學校的老師應該都是比較理性的人 呵呵 涉及到個人利益的時候 我到現在為止 包括我自己 我很少看到理性的人 或者理性的人都開始選擇 如何逃避自己的責任 不管我誰啊 廣東話我學了幾句裡面 其中有一句就是這 不關我誰 這跟我無關 道聽書說得知器啊 現在道聽書說不是更多嗎 然後廣東那個新聞裡面 也常常講 據可靠消息來源透露 據不願意匿名消息透露 那都誰啊 我不能告訴你 可靠消息啊 然後最後證明不可靠的時候 他有說出來道歉嗎 假新聞 假新聞很多人放啊 新聞界自己放 然後還有別人放 還要鬧假新聞 那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跟假新聞的範圍在哪裡啊 那界限在哪裡啊 不能是因為你這個政黨 所以不合你的政黨 都是假新聞 合你政黨就是新聞自由 如果這樣子 那換了一個政黨 不是新聞自由的標準又變了嗎 請你拿到這裡 然後再說 那些政黨 這邊是有些政黨 有些政黨 有些政黨 做什麼 還有什麼